朋友们好,今天是2022年9月17号,星期二 现在是美东时间,小不到5点30分,美股已经收盘 我们很快注意一下收盘及美股 今天关键的提示,道指与标普指手,债券年内收盘新低 那么纳指小幅攀升 两大投行发出警告,风险尚未完全消化 美股恐进一步下跌 我们先看今天主要的摘要 第一点,以高盛和贝莱德为首的华尔街投行警告称 鉴于实际收益率上升是股市面临的主要不确定因素 那么高盛将未来三个月全球股票投资评级下调为减持 并建议投资者增持现金 那么贝莱德也建议投资者避开多数股票 并补充称 建议者,建议投资者,战术性的减持发达国家市场的股票 这个主要是对美国股票 那么第二点,摩根斯丹尼和摩根大通近日也发表类似的担忧 此前从美国到欧洲的央行官员纷纷表态自己抗击通胀的决心 那么导致全球市场在过去几天内遭遇了抛售潮 美股的持续下跌对受欢迎的逢低买入交易策略造成了打击 那么在上一次金融危机后 特别是在2020年3月份新冠疫情期间 许多投资者都利用这种策略获得了巨大的投资成果 这个目前就是很多赏户所采用的策略 那么也是往往省市比较重的 因为大家如果是尤其从2020年3月份那一波 你只要是逢低买入的 基本上都是收益非常多的 当然是在今年年初或是去年年底之前 你要抛的话收益是非常丰厚的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 这一次每一次来一个WD往上反弹 然后下一波下跌 那么创新低 等会我们要过去看的 这个已经现在是第三次 有些是第四次了 就是说 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点 一些市场观察人士认为 虽然投资者已经遭受损失 但通常标志着市场底部的那种 完全车底的崩溃还没有出现 所以说现在实际上 这个股市还应该说是主跌站 主跌站 刚刚开始 我以前在视频中讲过 所谓代位是相机 实际上现在是EPS往下修的 所以这里面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仓位 好了 我们很快看一下这个大盘的情况 我们先看下分视图 那么截止今天收盘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这个标普五百指数下跌0.21% 很明显是一个高开低走 尾盘有一点点拉伸 那么刀琼师下跌0.43% 也是非常的类似 那么那是打开也是一个高开低走 尾盘有一点点拉伸下跌上涨0.25% 我们再看下行业热力图 大部分都是下跌的 但今天上涨的板块 比昨天稍微要多一点 我们再看领涨的板块 今天热美 硫 雷光 其他概念 链交美 都是上涨的 那么另外基因编辑 油轮概念 油气 量子基盘基概念 也是上涨的 我们看一下收盘的时候 涨跌分布 那么今天下跌的股票 一共是6359家 那么上涨的股票是5417家 还是比较balance 就是下跌的股票数 比上涨的股票多一点点 就是说 我们再看一下 距离看下这个大盘 这个标普500指数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实际上我以前 是用波浪里面解释过 实际上 这一头目前还在 C浪的运行过程中 他就可以看下 这一次为什么有2002年3月份 那个crush不一样 他这个从5浪下来以后 这里头每一个浪 中间都有很多小的浪 但每一次创新低以后 大家看一下 而且这一次也比这个前期要高 那么他每一次都破前面这个低点 意思比低 那么同样6月份这一次又创新低 那么这一次又破了前面6月份这个低点 我们可以封大看一下 最后大家注意 标普500这个牛跟熊的分跌线 在这个地方 3845点 就是这一根线 所以现在目前 这个标普500是运行在熊市的环境 而且它破了6月份这个低点 不管是从收盘价 还是最低价的坎 都已经跌破了 但是近期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应该是有反弹的 就是说 所以明天大概的时间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比较类似的 这个在所谓闭浪大的闭浪中间 这个反弹实际上大家看下 它前期也是做了一个WD 这个比前面这个高点高 跟这一次非常的类似 这一次反弹6月份的这一步低点出现了WD反弹以后 这个高点也比前面这个高 我前两天也讲过 它破低点的时候 它并不是一时破了 大家看一下 它经过了12345678天的时间 也就是一个礼拜 超过一个礼拜的时间 在这个前低的这个附近 来回折腾了非常长时间 尤其这个K钱走后 我前几天也讲过 是一个典型的空头的假星三明治 非常具有迷惑性 连续三天上涨 尤其这一根大的长的羊棒 周三的时候 5月4号非常具有迷惑性 所以这一次 应该会有一波反弹 比较小的 也不是说反弹 就是在这个前低的这个附近 来回的折腾 就是说 这个就 我前几天也讲过 实际上从技术层面上看 也应该是有反弹的 就是说 你从趋势的背离 所谓趋势的背离 就是说 这个是前期的这个低点 到这个K的指标 实际上来到最低 相对的最低位 这一次这个股票下跌了这么多 现在才来到这个同样的位置 所以我们称为 这是个趋势的背离 这个要不是 这一次正好碰到 这个9月份 而是要加息的那个逆空消息 说不就有一波反弹了 直说到这个反弹推迟 今天实际上就有那么一点迹象 我猜想礼拜三 应该是有波反弹 除非有很多逆空消息 这个是趋势的背离 同样的 我上次讲过 从MACD来看 你看一下这个前期 这个低点的时候 这个下降 这个动能 这个注注我们表示 下降的动能是非常强的 目前它尽管已经下跌了 这么多天 而且下跌的动能非常强 但是它这个注注的高度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超过这个 前期低点的高位 所以这个最大的动能 所以我们说 这属于波反弹的背离 所以这就最近两天 明天应该是反弹 距离是比较大的 但是也仅仅是个反弹 我一直要给大家说 大家看了这个就知道 它最后还是会掉回来 而且掉回来以后 它可能的这个位置 我上次也讲过 一个就是 拔浪理论中非常下跌 第二个可能的位置 3594点 这是第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大概应该是守不住的 我个人觉得 它很有可能 至少来到这个 2020年3月份 疫情之前的高点 3394点 目前这个标普500 我们看一下 它实际上还没有破 这个2020年3月份 那个疫情 之前的那个高点 目前还没有到 所以这一波 这一波回调 因为大家可以从例子上看 它没这个低点 你可以把这个距离 大家算一下 不过这个最低点 跟这个最低点 大概的位置 应该就是跌了这个位置来 这个是标普500 我们看一下这个道琼斯 道琼斯实际上已经破了 这一次道琼斯这波回调 是幅度比较大了 它已经破了 这个2020年3月份 前期的这个高点 就是这一根白颜色的线 这就是2020年3月份 crash的时候 2月份那个高点 我们看一下 今天收盘的时候 它实际上已经是跌破了 这一点正好也就是 刘跟熊的分跌线 非常的接近 29513点 在这个位置 但已经是有效跌破了 应该是第四 第二天 所以明天应该是最后的机会 你看到有没有可能 反战到这个 2003月份crash之前的 我们刚才看到标普500 还没有跌破这个阴线 这些大盘 或是或是 它都会来到同一个位置 那么道琼斯目前 已经跌破了前期的 这个低点 不管是从收盘价 还是最低下来看 应该是还有一次机会 你看明天能不能回战 前期的 这个低点的附近 就是说 但是总的来看 这个道琼斯 这一波回调的幅度 比标普500要 要深 就是说 我们再看纳斯达克 那么同样的 纳斯达克比刚才前面两个 要稍微强一点 这个就是6月份的低点 这根线 我们是以收盘价来看的 所以目前这个纳斯达克 它还没有到 还没有过这个低点 我们等会要看那个美国 神奇国债收益率 目前还在的飙升 所以按照那个 如果说美国神奇国债收益率 继续飙升的话 这个纳斯达克破前面 这个6月份的低点 应该是非常非常大概念的时间 所以大家一定要控制 这些仓位 同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一波 在这个大的便囊的时候 它过了前面这个高点 在这个地方破前面 这个低点的时候 实际上也是 来来来来来来的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破这个前期的低点 它可能也 也得来回 折腾好几次 所以我们说这个股票 它不可能每天跌的 但中间还是 即使是非常大的熊市 中间也有比较大的反弹 有些甚至反弹超过20% 我们再看一下费半 那么费半今天上涨1.0% 刚刚那个纳斯达克也是上涨的 但是它还是 因为它前面下跌太猛 它基本上已经很早就破前面这个低点了 不管是从收盘价看 还是从最低价看 都已经跌破了 所以今天也应该说 类似就是说 仅仅是一个反弹 它只要不破 冲上前期的高点这个位置 它向下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 目前实际上 你要从收盘价来看 已经是连续1.2.3.第4天了 应该是有效跌破了 所以它会继续往下谈这一个 短期的进口可能又反弹 我们看一下美国神奇国财收益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它今天上涨的0.42% 已经非常接近于4%了 我猜想它应该是 大根的时间应该会突破4% 大家可以看 这是我很早之前放了一个node 实际上就是说 如果突破3.5%的话 前期的高点3.5%的话 大根的时间大半会确实是6月份的低点 目前这个纳斯达克还没有 还没有 到这个6月份的低点 那个其他的 基本上都已经破了 就是说到中市标普500 所以这个纳斯达克只是时间的问题 如果说明天后天 明天可能有一波反弹 记率应该是比较大的 那么这个礼拜 如果是这个美国神奇国财收益 继续飙升的话 那么大根的时间 应该是要破前进的 那是大根 我们再看一下原油 那么原油今天上了1.63 但是原油这个走势是一个趋势 是一个下降的非常非常明显 我以前用道士里的123法则说过 这个是上升趋势 已经逆转了 我们从军线就看得非常清楚 这个是年线 半年线 季线 月线 时间线 五天线 大家看一下 所有的这些 所谓的这个季线跟半年线 已经形成时差 而且都是盖头向下的 就是说 这种走势是非常非常的弱 所以目前这个原油 实际上是不是会走多的 我们再看一下黄金 那么黄金的走势也更弱 它基本上连年线都已经拐头向下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原油 这个连线好像还没有拐头向下 而且它这个半年跟连线 也形成了一个时差 你可以看 它基本上 你这个五天线都非常非常的远 所以这个黄金 是个典型的一个空头 就是说 非常非常的弱 我们再看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正好相反 跟那个美国神奇国财 收入率是走势非常的强势 大家可以看 但你五天均线已经非常非常远 在上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美元指数应该是 短期应该是有回调的 我们看一下 乖累率就知道 大家可以看 这个乖累率实际上 已经过了前期的这些 基本上应该历史的高位线 现在这个乖累率 我们说这个乖累率 代表的是一个 均值回归的概念 不管是从受学规律 还是从质量规律 当这些所谓的 不管是股价 还是一些指数 它偏离这个均值太原以后 它都有个回归的 所以短期来看 美元指数应该有一波回调 就是说 如果美元指数回调的话 那么大肯定的事件 那个大盘应该有一波反弹 就是说 这也就是从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说明 这个大盘 有可能有一波比较 怎么说呢 应该有一波反弹 至少从大盘 我们前面说来 要测试那个前期的 这个低点 应该会重新测试 我们再看一下 包括500波动的指数 VIG指数 那么VIG指数就不一样了 很明显 也是个多头牌 你要从均线角度来看 目前来看 它也是 这个设断三角形 大家看一下 你如果从大的指数来看 而且我们说过 以前我也说过 这个是25 一般来说 当这个VIG指数 突破25的时候 应该是进行恐慌了 那么突破 突破30 就属于非常恐慌 那么突破35到40 就属于极度恐慌 目前实际上来到了 这个非常恐慌的这个状态 大家看下 今天最高来到34.14 非常接近于极度恐慌35 而且从这个设断三角形来看 它已经突破这个上延 而且比以前的 比历史上 这个突破的这个位置 高点突破的位置要多 但是你从看下形态来看 这个上场 好像稍微要长一点点 也就今天卖压还是比较重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标普500波龙的指数 VIG指数应该有一个往下走 但是不是非常明显 大家去 这个指数要是往下走的话 那么证明这个大盘 应该有一波反弹 反弹幅度应该不是很大 也就是回车 我们刚才前面看 前面期的那个 低点的位置 好了 我们今天就到这 祝大家明天交易巡礼 拜拜